大哥大姐老家都是黑龙江省的 聊起当年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外地谋生的心酸 俩人共同话题不少 聊得也挺开心 但这时候张大哥又想到了一点 那就是他觉得离异的张大姐不适合他 他想找一个丧偶的 丧偶他没有后悟 他没有后悟之忧 你过年孩子大了 他因为他的孩子毕竟跟他父亲都有接触 沟通 这样他就影响了 也拿着说 可不可以自己找上午的 自己就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那讲来就行行事 一会儿和到一起 你孩子他爸现在还在哪呢 在黑龙江 有联系吗 没有 孩子有联系吗 不联系 早也得联系上了 因为他在父亲他早得联系上了 联系不了 你就不说了 对 张大哥担心离异的大姐会和前夫有牵连 对此张大姐也不愿意多解释 于是红娘介绍起大姐那段婚姻的始末 还有丈夫的家暴 那样不是男人 女人本身就是弱智 你有男人经理得起得住 女人也女人的意 知道这意思吗 你当女人那算什么男 那你叫男人 我成为变成器了 大哥 大姐你知道吗 大哥和他孩子妈俩 他俩吵架的时候 孩子妈追于大哥打 大哥就跑 大哥说我能打不过他吗 我不能还手啊 我得逃 谢谢你男人 我们可能打三回家了 你能当女人到这些里头 他先接 我给你批人家 你批人家 他得起到就到 在这就扶着扶着 这一段交谈 感觉俩人更加互相认可了 但是大哥又提出来 他和大姐不合适的一点 那就是他觉得大姐没有退休金 这是个问题 我就是两千块钱 是你这三千块钱 还不够由我 这都可以 为什么我需要找一个 有个退休的 当时你死了好不惦记 你就是跟你说 那千年修的同船渡 百年修的供职员 你说你说他要死了 啥也没有你咋干 你说这都 你给他 他有个供职 弄不好大不了我上公寓啊 最好那个公寓才一家 那不是跟你说 有人伺服你啊 死了都晚呢 咋子退休的 要不老闆我说 我说你心里话不是说 假设我要开五千块钱 啥都不在 水电气费 流言见面才有啥 那根本打不开点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这不是啥也不当 关键我没有 我要是有了 哪怕有一千多块钱也挺 对 你就有一千两千 这就这就好吧 对啊 一顿饭下来啊 大哥觉得大姐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退休金这一点啊 是真的很遗憾 大师都是 听这朋友 就这么想我给你说了 要么是 你再说这个 你真是这么不深 我最远就会玩 这四个人都能说 我能有一千块钱 帮我回来 就三个一岁 你可是大哥觉得可遗憾了 没办法 你都可以啊 在家 有事上来欢迎来啊 谢谢大家